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大校长林选案至今仍未解, 停管中命教授组成的台大自主联盟最近却被爆出英文宣, 在课堂上广发给学生,有中文系学生直言感到不舒服, 质疑该文宣带有政党色彩,还被偷渡进课堂, 是否有引导学生往特定方向思考的意图? 台大教授贺德芬昨晚在脸书代为BO出中文系学生的投书, 该生表示,开学第一周9月14日的第六节课, 中文系一堂必修课的教授除了发讲译, 并在课堂上发表停管中命言论, 随后便请助教发台大自主联盟所印的文宣品给全班学生。 该生表示,自从进到台大后,就充分感觉自由开放的校气, 多数老师能接纳学生不同观点, 因此当他看到老师发文宣,感到错愕与不解。 该生进一步认为,该文宣带有政党色彩, 老师也在发文宣前说了具有鲜明立场的言论, 对一个新生而言,紧接到片面的资讯, 是否有引导学生往特定方向思考的意图, 该生强调,会认为该文宣有政党色彩, 原因是该文宣用于解释连选问题, 但内容又提及北农效应, 这一次举例的说法难道完全无政党色彩。 他也提到, 国民党议员参选人罗志强最近频频张贴广告, 写著巨头民进党,台大有校长, 种种行为让他实在难以相信, 想进入台大校园的政治里只有执政党而已。 该生最后呼吁, 参与这场风波里的人都好好想想, 究竟是政党的利益重要, 还是让学生拥有平静的学习环境重要? 台大学生应当享有良好的授交权利, 而非沦为政治斗争之下的牺牲品。